我们罕见病还有包括残障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少数群体 其实有很多的梦想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 一个生命都是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是应该被尊重 被认可 我叫王一欧 我得的这种罕见病呢 叫成骨不全症 也叫脆骨病 最早是在一岁半学走路的时候就摔倒骨折 医生诊断的是勾楼病 16岁之前骨折了6次 然后一直到16岁才确诊是成骨不全症 医生的说法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 只能保护好孩子 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是得了一种绝症 自己就把自己关了三天 鲍尔吉他弹这样就过去了 我的身高是1米4 比如说在地铁里或者什么 不要挤到这个小朋友啊 身高会比较矮 是因为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频繁的骨折 很多人都觉得刺娃娃不能动 其实我是比较男孩的性格那种 经常就偷着自己跑出去 然后就特爱动 反而是应该运动 如果说一直不动 它鼓励度会越来越差 成骨不全症 发病概率是万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 大概中国有十万人 就是有轻有重 我算是比较轻度的类型 还有一些病友呢 骨折过十几次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当时我就去医院看病 然后我就在那个医院的门口 遇见了一些来看病的 刺娃娃 我见到第一个病友呢 四肢就是萎缩 畸形得特别严重 它两个手是碰不到一起的 然后我当时看到它的情况 其实还挺受触动的 成骨不全这个症 可以对人的身体的影响会那么大 回到学校之后 就弄一个论坛 玻璃之城 然后放在网上看 到底有谁跟我有一样的病 他就可以在上面注册 了解治疗的这些信息 大学毕业做了一年多的 法律方面的工作 后来发现自己这个群体 更需要帮助 当时是有一个东北的大哥 他女儿也遗传了他的病 来北京求助 转了一圈 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帮他 然后又找我 我就辞职 另外的一个病友 一块发起 瓷娃娃海内面关业中心 那个时候叫瓷娃娃 公开协作 咱们这两天就是 那个刷儿不凡演讲会的 一个前期培训的 公开演讲的时候 就手还是挺重要的 2008年5月份成立 聚焦在这个成果不全症 帮助和我一样的病友 通过手术药物治疗 提高鼓密度 改善一些畸形 这个已经帮助了 2000多个瓷娃娃病友 也制作几十期的瓷娃娃期刊 护理手册指南 然后也做了洗食厂的 全国的寻诊水疗 2014年的时候 瓷娃娃就发起了 中国的病痛挑战赛 筹集了800多万 他明确地知道 什么人应该帮助 也必须帮助 他也全力以赴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活力的 这样一个公益领袖 一直都在为 这个罕见病病友 去努力去工作 三年前 我跟另外的七个 罕见病的小伙伴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乐队 大家也都很喜欢音乐 然后也觉得音乐 在自己曾经 那个生命过程当中 起过很重要的一些作物 然后现在大家就想聚在一起 做一个罕见病群体 自己的乐队 可以唱自己的歌 其实我就是这些年 其实接触了 好多罕见病的家庭 就有好多故事 我特别想把他们都能够写成歌 唱给更多人听 就每周拍一次 嗯 那感觉怎么样 没有在这一队 就挺开心的 哈哈哈 演出过吗 我们对演出 还挺 其实在一般都是公益的一些演出 这什么感受呢 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就觉得很释放 很有激情 在乐队里面是由不同的罕见病的病友组成的 目前是九年两 有那个 马凡失踪条症 血友病 白化病 重重进入令程无旋症 罕见病大概有七千多种 在中国有1680万人以上吧 唱的就是一些很普通的真实的大家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有的是病友写的 有的是我们写的 铺血都是我们铺的 然后我也是那个鼓手 有的时候也会唱 我们都是去西安演出的那一次 是神经母亲保留的一个孩子爸爸 一直拿手机在录我们唱歌 特别激动 当时也哭了 他就跟我们说孩子得病这件事情对他们家庭打击还挺大的 他们也一直就走不出来 他听了我们唱歌之后就觉得更有力量 更有信心 觉得音乐艺术其实它是比较容易触及到人内心的一种方式 我一直挺相信勇敢的人会有特别的明天 就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过不去 就是做不了 其实再往前走一下 一切都还是可以有改变的 是从不就这样的一种方式 会还未来測找到人家庭打击